打完比赛我邀请你参加我的庆功宴 不过你要做小孩那一桌 打一场干净的比赛 少装点龙王 我给你准备了一段温馨的话 你跟你的名字一样永远不活 这个狂妄至极的家伙名叫黑豹隐帅 他是一位不仅嚣张而且很有实力的选手 以闪电般的重拳在擂台上所向无敌 直接打出了一波七战七胜的恐怖战绩 凭借在JCK百万赏金赛中击败不火 也让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于是不火看到尹帅非常不爽 两人很快就迎来了二番战 赛前双方剑拔弩张 谁都不服谁 火要位简直散布全场 在战力打击上面 我觉得他是没有什么技术可以扬的 感觉他的技术能力方面还是不公平 还是切切的火 面对两人二番战的 大家接下来就看不火是否能一血前耻 还是尹帅在创神话 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比赛开始后 尹帅就猛扑上去驶出扫踢 不火尤嘎则是后撤防守 尹帅健壮打出百拳爆头 赖和对手太硬根本不拒 随后不火还张开双手挑衅迷惑 突然趁其不注意下前爆腿 尹帅很快就正拖出来 但不小心被不火一拳爆头 要去跟不火尤嘎上这个劲的话 如果双方对起来藏头五百 那么不火尤嘎可真是非常勾服 以及同一侧的连击拳 勾头的连击拳 没错 一般在踢拳比赛 硬了 没错 这是一场复仇之战 我们能够感受到 不火尤嘎 这时尹帅使出一记扫踢 结果被不火截腿带入地面 尹帅健壮立即做防守把位 不火则是一点一点向前压 想要过腿拿到其成位 但是尹帅的地面做得非常好 根本不给对手任何可乘之计 此时尹帅抓住机会 趁对手松懈之际突然起桥反转 拿到了上位优势 将其牢牢控制住 随后慢慢寻找有力的位置 一点一点把对手蚕食掉 不火也是非常害怕 知道地面并没有太多优势 对于不火来说这场比赛 应该是一朵 但是其实对于上位的输出 还并不是很多 那如果要是真的打满三局的话 双方在上的后半段的时候 两个人在拼战力的时候 其实不火反而有一些重击能够打 此时尹帅建在地面 并没有太多优势 于是果断起身回到战力 紧接着用连续的扫踢击打 不停地消耗对手体力 毕竟自己已经占据点数优势 并没有太多心理包袱 突然尹帅使出一记足球踢爆头 吓得裁判立即上去终止了比赛 这一记扫踢爆头 瞬间将不活有躺食擂台 尹帅也是以绝对的实力 擂台上全程碾压暴揍 最后一击堪称一决 最终尹帅以KO的方式 拿下比赛胜利 尹帅好样的 为国争光